之前咱学了列差,今天我们来学列核 那什么是列核呢?我们先看以下算式 第一项里,分母是1乘2,分子3等于2加1,正好是分母上的两数之核 第二项的分母是2乘3,分子5是3加2,也是分母上的两数之核 第三项的分母是3乘4,分子7等于4加3,还是分母上的两数之核 一直到最后两项,17等于9加8,19等于10加9,也都是分母的核 接下来拆分,第一项可以拆成1乘2分之2加1乘2分之1 前面约2,后面约1,得到1加2分之1 第二项拆成2乘3分之3加2乘3分之2 前面约3,后面约2,得到2分之1加3分之1 第三项可以拆成3乘4分之4加3乘4分之3 前面约4,后面约3,得到3分之1加4分之1 就这样一直拆下去,倒数第二项可以拆成8分之1加9分之1 最后一项可以拆成9分之1加10分之1 然后去括号,第一项可以直接去掉,是1加2分之1 去第二个括号时,因为前面是减号,所以里面得变号 变为减1分之1减1分之1 第三个括号也可以直接去掉,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去倒数第二个括号时,也得变号,变成减1分之1减9分之1 而最后一个可以直接去掉,变成这样 接下来该加减抵消了 1分之1和1分之1抵消 1分之1和1分之1也能抵消 之后中间的1分之1到1分之1也都消掉了 直到最后,消掉1分之1和1分之1 然后就剩下一头一尾 所以等于1加1分之1,等于1又1分之1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裂合的关键是分母两项基 分子两项合 于是,只要能把分子拆成分母上的两数值合 就能裂合计算 和裂差一样 有时分子不是分母的合 这时就需要调整计算了 例如这个例子 先看分母上的两数值合 1加3等于4 3加5等于8 5加7等于12 一直到最后19加21等于40 而第一项的分子2是4的一半 第二项的分子4是8的一半 然后6是12的一半 一直到最后20是40的一半 所以分子都是合的一半 为了能裂合 得把分子都称2才行 变成这样 但此时的合是原来的两倍 还得再称1分之1才行 之后对前面块里的算式裂合 然后再称1分之1就是最后的答案 好了 裂合咱就讲到这里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当分母是两项鸡 分子是两项合时 可以进行裂合 之后在拆分时 要注意变号问题 如果分子不是分母的合 那就需要先调整 再裂合了